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知道主会再来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意识到 主不只会再来 主还必要快来 问题是你我真的很希望 主耶稣赶快来吗 我们有没有真正思想过 主再来对我们这群神的儿女 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 有的人认为说 我真希望主赶快来 因为主来了以后 我就可以松一口气 我所有的压力就可以成为过去 我再也不必面对我现在的问题 所有的生活问题 工作问题 财务问题 儿女问题 婚姻问题 统统不用面对 因为主再来的时候 我就会被提 这些问题立刻销声匿迹 所以主啊你赶快来 你来的时候真的是好得无比 换句话 这一些人的想法 认为主再来的意义就是 主再来的时候 就可以使他们不必面对所有的问题 可以逃避现阶段的问题 这也是你我的想法吗 难道主再来的意义仅止如此吗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想好奇说 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 而我们就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 主啊如果你现在来 你今天就来 以我现在的光景 我算是准备好了吗 我生命的光景 可以坦然地见主面吗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 到底我们要如何预备 来迎接主再来 我们要如何地预备 来面对主必快来的这一个事实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看啊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主耶稣在这里用第一人称 我直接地宣告 他说我必快来 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 很显然这个快来的意思 就是他的第二次来 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 主第二次来 跟我们这群神的儿女 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不会轻忽 主再来真正的意义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主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道成肉身 是诞生在马朝 是舍命在十架带来的救恩 但是第二次再来 是完全不一样 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是驾云降临 他要坐在宝座上 他要施行审判 审判 你会感到很意外吗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审判 圣经说得很清楚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这一群基督徒 通通都要面对 主再来的审判 如果我们是一个 真正重生的人 那个审判不会决定 我们会不会得救 但是却决定 我们会不会得到奖赏 那个审判会决定 我们会不会真正成为 一个得胜的人 我们今天必须要了解 主再来的那个真实的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 在初期教会的信徒 他们非常的渴望 主再来 但是经过了这一段漫长的两千年 无可否认 今天的基督徒 对基督的再来 已经渐渐失去了神圣的期待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已经不是那么热切地 期待于基督再来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三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我们 因着初期教会 从使徒开始就想到主再来 每一次 每一代一代的过去主还没有来 以至于我们就会慢慢地 失去的警醒 我们会属灵就麻痹 好像主以后过去不来 现在不来 以后也不会来 第二点是因为有太多的谣言 在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 有太多人 自认为是神的先知 或者是说 他们是成为耶和华的代言人 就发出了很多的预言 甚至大言不惨地 说耶稣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要降临 而且还讲得非常仔细地说 要降临在某一个地方 你我都知道 这样子的预言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应验的 所以预言全部都变成了谣言 如果这些预言都应验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耶稣不只来过一次 还来过了很多次 今天因为太多的谣言 太多的预言变成谣言 也使得神的儿女对主再来 会渐渐地冷漠 甚至毫不关心 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 怀疑圣经里面的应许 在彼得后述第三章 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第一要紧的应该要知道 知道在这个末世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 有一些好击窍的人 要随着自己的情欲 出来说一些击窍的话 他们要说什么 他说主应许的 主要降临的那个应许到底在哪里呢 换句话就是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 主不会再来的 这是无稽之谈 大家不要白费心机 不要在那里空等待 他们这样子的说法 有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所说的 因为 因为从列祖岁了以来 万物和其初创造的时候 人是一样的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宇宙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主如果不会来 现在不会来 以后永远都不会来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 好像有一点道理 无可否认 有很多的东西 是跟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 地球一样是圆的 一个礼拜一样是七天 太阳一样是从东边上来 这些都是一样 跟起初创造的时候 全部都是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睁大眼睛 我们好好的仔细观察 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东西 已经不再一样 就连我们今天所吃的食物 不完全都是神所创造 而是人的基因改造 不只是食物 就是人物也一样 神创造人物的时候 是造男造女 但是今天多了一种人 就是不男不女的变性人 就在不久以前 我就收到了两个视频 这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它的主题是说 我的儿子要出嫁 儿子要出嫁 另外一个视频是台湾的军队里面 有女儿要娶妻 这样子的事情 在五十年前 很可能是不可思议 但是在今天二十一世纪 已经见怪不怪 我们也不必觉得 非常的稀奇 儿子出嫁 女儿娶妻 这跟创造的时候 是一样的吗 很多东西已经不再一样 今天我们不是要听 这些好计较的人怎么说 我们不要听那些道听途说 我们要听神怎么说 神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才是最重要的 圣经在启示录二十二章 第七节说得很清楚 他说看啊 我必快来 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主耶稣不只是对使徒约翰说 我必快来 并且圣灵的感动 让使徒约翰把这一段经文写下来 要对末世末代的基督徒说 今天也要对你对我说 我必快来 主耶稣要快来 今天到底我们面对主再来 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我们这段经文 我们必须要思想 三点非常的重要 第一点就是 我们必须要谨慎留心 末世的征兆 当我们觉得末世征兆 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主来的热尽了 只有我们谨慎留心 我们才可以保持这个警醒的心 第二点 我们必须要随时预备 向主交账 圣经说得很清楚 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审判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面对得起 经得起那样的审判 而且主随时就在来 所以我们如果是过去预备 从前预备 曾经预备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随时预备 来向主交账 第三 我们必须要遵行真理 领受祝福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凡遵守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福的 只有一种人是有福的 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 才是真正可以蒙福 今天我们要从这三点来思想 主再来 主快来 到底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 第一 我们必须要能够谨慎留心 末世的征兆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看啊 我必快来 主耶稣快来 主耶稣要快来 但是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呢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的 第24章的第三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在赶南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地来到祂的面前 问耶稣说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 什么事 祂说请告诉我们 在你降临的时候 主降临的时候 主再来的时候 和这世界末了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预兆 他们想知道的 就是主再来的那个征兆 耶稣就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被人迷惑 的确在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 有人自称是基督 有人自称是基督的先知 迷惑了不少人 但是在这里 耶稣最后说一句话 他说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到底我们看啊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这些 所谓的战争吗 我们要看一般的饥荒地震吗 是 但是不完全是 如果只是看战争 饥荒跟地震 从人类的历史以来 一直都不断 在任何一个时期 都有饥荒 有地震 也有战争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里的民 跟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 已经升级到一个地步 就在一个国家里面 属神的子民 跟那些属世界的人 我们属神的国 跟属地上的国 撒旦的国 在那里征战 我们就在我们现在 眼前的国家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多处会有饥荒 现在的饥荒 已经不是说没有饭吃 是属灵的饥荒 神的儿女感到 没有得到供应跟饱足 地震 这个地震 也不是只有一般 在地上的震动 这个地震已经震到了政府 震到了我们所谓的国会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属于这种政治界的 一个大地震 我们必须要知道 初来的日子近了 但是这都只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还要看 看啊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 马太福音第24章的 第32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我们晓得 无花果树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果树 到了冬天的时候 它的树叶会掉落满地 甚至到一个地步 只剩下一个枯干的树枝 让人看起来以为 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死了 但是事实上它没有死 等到春天的时候 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发嫩长叶 接着就是夏天 夏天来临的意思就是 无花果是 结石累累的时候 3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就知道人子尽了 什么事 看到这一切的事 就是指着我们家里面 后院的那些果子 那些无花果树 已经开始结果吗 是这样子的事情 看到了以后就知道 人子尽了吗 我们每一年不就看到 我们的无花果树 都在结石累累吗 不是的 我们读这段经文 如果错过两个字的话 你就错过这段经文 真正的意义 那两个字就是比方 耶稣在这里说比方 无花果树要学个比方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无花果树就是在比喻以色列 在象征以色列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也曾经经过了 将近两千年漫长的冬天 以色列名 也就是犹太人 不是已经掉落散居 在世界各地 就像树叶一般吗 1948年5月14号 不就是以色列 不是就是这个以色列 所象征的无花果树 发嫩长业的时候 重新在巴勒斯坦 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 复国的时候吗 这不就是发嫩长业的时候吗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 夏天尽了 也就是人子尽了 这什么意思 夏天的意思就是收成的时候 以色列要收成的日子尽了 到底这代表什么 什么叫做以色列要收成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出手的果子献给耶和华 以色列要收成的意思就是 以色列要归耶和华为圣 以色列要重归耶和华的怀抱的日子已经尽了 那也就是人子要来的时候了 这里说得很清楚 正在门口了 正在门口了还差一步 还有一个门槛 还差临门一角 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看 看啊 耶稣快来 到底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三十七节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换句话就是说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个样子跟挪亚的那个时候的样子 是非常的类似 我们到底看到挪亚的日子如何呢 洪水之前的日子就是挪亚的日子 他说那个日子 人照常吃喝家去 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如果我们想看到 主耶稣是不是快来了 我们就必须要思想挪亚的日子 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不知不觉 换句话就是说 根本没有人会觉得洪水要来 今天不也一样吗 我们都不知不觉 不会觉得耶稣要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后知后觉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 永远地不知不觉 在这里要告诉我们 挪亚的日子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人照常吃喝家去 我们不要以为 这就是只是在描述当时的生活 人类以来都是有吃喝有家去 但是我们要能够读这里 这一段经文的真正的意思 你就必须要看到 什么叫做洪水之前的日子 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的意义 我们就必须要看 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中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这就是挪亚的日子 尽都是恶 中日所想的尽都是恶 那么中日所想的东西 有没有包括吃喝跟家去 当然有 换句话就是说 这里所说的吃喝家去 是用罪恶的角度来描述 那是什么意思呢 吃喝如果用罪恶来描述的话 就是所谓的口腹之欲 价取讲的就是只是男女关系 换句话就是用罪恶来描述的 更彻底的话 口腹之欲就是体贴肉体 男女关系就是放纵情欲 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如果要来跟挪亚的日子相比 人们体贴肉体 放纵情欲的程度 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我们放纵口腹之欲到一个地步 我们连蝙蝠都拿来吃不是吗 今天所谓的男女关系 已经放纵到一个地步 不是只有男女关系 是男男关系 女女关系 不男不女东东都有关系 你可以想想看 这已经完全比挪亚的日子 更加的严重 更加的罪恶 你可以看到 如果当时洪水会来 今天主耶稣就会来 而且主耶稣就快来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还错过了一样东西 就是这里还有下半节 我们还要继续看 看啊 主必快来 到底要看什么 他说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 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 挪亚那个时代 怎么会知道洪水要来 到底要看什么 看一样东西你就知道洪水要来了 那样东西是非常的明显 那样东西在挪亚那个时代叫做方舟 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地相信 方舟没有盖完之前 洪水不会来 洪水来的时候一定是要 方舟已经完工之后 换句话就是那个时代的方舟就成为洪水要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 方舟的工程进展到什么地步 就知道洪水快来还离多远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方舟并不是一天造成的 方舟总共造了120年 方舟是一点一点地从船头到船尾 从船底盖到船顶 等到方舟完工以后 挪亚进了方舟以后 人们就应该知道意识到洪水要来了 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一样的 看末后世代的方舟 看到末后世代的方舟已经盖好了 已经成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人子要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到底什么叫做末世的方舟呢 我们都知道在方舟里面的人就得救 同样的今天在哪里可以得救 不就在基督里才可以得救吗 今天方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末世的方舟就是教会 我们看到教会已经完全被建造完成 这个基督的撒大身体 普世的教会已经被建造的时候 也就是人子要来的时候 如果你仔细思想两千年前 福音从中东传到了欧洲 再传到美洲 南美洲 再传到亚洲 传到了非洲 然后再从非洲再转回来 东南亚现在又要传回中东 一直到耶路撒冷 我们如果仔细思想就知道 福音已经绕了地球一圈 就好像一个椭圆形的方舟一样 从船头到船尾 从东方到西方 从船底到船顶 从南极一直到冰岛 你都可以看到基督的身体 看到神所呼召的一群人 在那里敬拜上帝 普世基督身体已经成形 这个教会已经被建立 基督要来的日子近了 就是如同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所说的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个日子已经非常近了 也许你会想说 还没有啊 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 而且已经两千年了 主都还没有来 怎么会说快来呢 如果两千年叫做快 那么什么才叫做慢呢 那你就必须要了解 因为我们对一个字有很大的错误 有一个大的误解 就是快 在快这个字呢 在圣经里面这里的解释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时间的快 就是我们讲的 但是另外一种是速度的快 是quickly 速度很快 在这里用的说 我必快来 他所用的是第二种 是速度的快 换句话 圣经可以经过两千年 耶稣没有来 并不表示说 还要在另外两千年 他才会到 耶稣要来的时候 就立刻就来 换句话说 福音要传遍普天下 你不要以为还要很长的时间 可以在耶稣要来的时候 福音就立刻传遍普天下 因为罗马书十一章 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 于是以色列要全家得救 以色列要全家得救 也是耶稣来的时候的一个 之前的征兆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 现在以色列的光景 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以色列人 犹太人真正相信 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个比例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 还有九十五的人 还没有相信耶稣 换句话就是 如果花了两千年的时间 只让百分之五的犹太人 信耶稣 难不成我们还要再等两万年 等四万年 才可以把福音传到以色列吗 不是的 我们要看quickly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不要以为 以色列得救 要像传给外邦人一样 一点一滴的这样子来传 以色列人 本来就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是耶和华的长子 犹太人他们认识耶和华 他们相信耶和华 他们只是线在脸上 有一个帕子 他们没有办法看清楚 耶稣就是弥赛亚 等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你可以看到 他们帕子一出去的时候 以色列和耶和华 就要父子相忍 quickly 我们必须要感受到 那个日子是非常的快 你会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圣经要用 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 因为无花果树 不必开花就可以结果 不必开花的意思就是 它要直接就可以结果 quickly 它不必要有所谓的蝴蝶 在那里传播花粉 也不用靠着蜜蜂在那里 嗡嗡嗡 神说让它结果它就结果 你有没有感到那个迫切感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 你还觉得说 好像还有一些应许 还有一些的 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应验 譬如说 底基督都还没有出现 耶稣怎么可能会再来 我可以直接地解释给你听 底基督到底有没有出现 到底谁是底基督 我们不是非常的确定 但是如果敌基督真的出现的话 你觉得它会像敲锣打鼓似的脸上写的敌基督 让我们一看就能够知道它是敌基督吗 有可能吗 圣经是这样写的吗 不可能 敌基督如果出现的话 很有可能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游抱极杰半遮面 若隐若现 换句话你看的是前面的那个极杰 看不到极杰背后敌基督的正面目 Quickly 敌基督一出现 耶稣就再来 我们必须要能够决心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日子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向主交账 马太福音的24章第44节说得很清楚 他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想不到 想不到的时候怎么预备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随时预备 如果你只是偶尔预备 从前预备 曾经预备 想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措手不挤 你如果要想要预备 只不再来向他交账的话 你就有一个方法 如何预备呢 就是要随时地预备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有一对男女朋友 他们已经订了婚 认识五年 有一天 这个未婚夫就跟他的女朋友说 今天下了班 我要开车来接你 你要准备好 等我 我们一起去庆祝 我们认识五周年的这一个纪念 等到了下班 他约好了六点钟 五点四十分的时候 他赶快传简讯给他的女朋友说 今天总公司有人来视察 我做了业务的汇报 拖了一点时间 我可能会迟到 但是我一定会来接你 你一定要准备好 等我 没有想到六点半过了 七点钟 七点钟 他的女朋友肚子已经开始饿了 就开始吃了零食 七点半 肚子更饿 他就赶紧来煮泡面 顺便加了一个鸡蛋 等到八点的时候 他已经吃了差不多饱了 他的未婚夫还没有出现 他心想说 算了 我肚子也不饿了 我也不吃了 今天也不出去了 他就把他的妆给卸了 把他的衣服给换了 就坐在那里看电视 没想到八点多的时候 门铃一按 他一开门 就是他的未婚夫要来接他 你知道当他的未婚夫 看到他那个样子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我都晚到了这么久 你还没准备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个故事 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 主再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样 我们都没有准备好 我们可能说 我曾经预备 但是主再来的时候 那个当下 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 我们必须要随时预备 我们才不会到那一天的时候 措手不及 到底我们要预备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 我们必须来看两点 第一 就是在这里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 在这里告诉我说 我们说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就如同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预备好了 这是第一种预备 第二种预备 记载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的第十四节 他说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往外国去 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十九节说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要和他们算账 你们看到 这是另外一种预备 这两段经文就说出了 基督和教会的两种关系 那两种关系就是 丈夫和心腹的关系 第二种关系就是 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今天我们看到这两种关系 就说出了两种的预备 丈夫跟心腹的关系 我们就必须要有生命的预备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如同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你想丈夫要来迎娶心腹的时候 什么是丈夫最在乎的 不就是他的心腹 必须要圣洁吗 生命的预备就是 我们必须要保持 我们必须要追求圣洁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必须毫无玷污 我们的生命必须 不被这个世俗所沾染 你可以看到这里 用四个字叫做装饰整齐 装饰整齐的相反就是 赤身露体 如果是装饰整齐 可以看到圣洁 那么赤身露体就是 显出了羞耻 主再来的时候 如果今天主再来的时候 你想主看到我们的光景 看到美国的光景 看到美国教会的光景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圣洁的光景 是不是真的是装饰整齐 来等候主再来呢 几天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事发生在印尼 有一个年轻人 因为他性侵了一个少女 所以他就被判刑 判了一个146下的鞭刑 很多人对鞭刑不是很有概念 我曾经看过一个人 他受过鞭刑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宁愿被关在监牢里面五年 我也不愿意被鞭打二十下 你就可以想象说 鞭刑对一般的受刑者 有多么大的痛苦 这个146下的鞭刑 当然没有办法一下打完 就在这个执刑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受刑人 这个嫌犯 他昏迷过好几次 医生过来检查 确定他没有生命危险 继续打 等到146下全部打完了以后 当然不只是所谓的皮开肉战 他也差不多剩得半条命 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 重点是这个新闻最后 记者所写的结论 这是让我们感触很深 你知道记者怎么说吗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印尼 他说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 印尼的社会非常的保守 当地的人对罪恶的容忍度非常的低 就连酗酒 赌博 婚外情 都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污点 这些事情通通都会被判重刑 通通都会被受鞭刑 我看到这时候我心里很痛 因为他举例的三个例子 酗酒 赌博跟婚外情 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 完全是没有罪的 不打紧美国现在还有人要立法 偷窃只要是金额少于950块钱 是免罪的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这不只是美国跟印尼在做比较 这是回教徒跟基督徒的差别 难道回教徒比基督徒 对罪恶的容忍度更低吗 难道回教徒比基督徒 要活得更圣洁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思想过的问题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看到这一群 他用保学所买书的儿女 他看到我们预备好了 看到我们 会不会连比回教徒还不圣洁呢 第二种预备 就是我们工作的预备 侍奉的预备 在这里讲到仆人跟主人 主人把家业交给仆人 耶稣就复活升天 以后再回来 要跟仆人算账 什么是家业呢 到底神把什么东西托付给我们 至少我们可以思想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恩赐 第二就是才干 侍奉 还有我们一生的岁月 我们的儿女 还有福音的使命 还有我们所拥有的财富 这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家业 到底我们有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的呢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主再来的时候跟我们算账 他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 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 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的才干 我们有没有忠心在那里侍奉 我们有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有没有赎回光阴 好好的为主而活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教导 带领我们的儿女 使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传福音 让更多世上的灵魂可以得救 我们有没有好好成为 我们财富的好管家呢 到底神要来看我们的账本的时候 我们的账本拿得出来吗 我们的账本会不会有赤字 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是不是已经随时预备 能够向神嚼张 不止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来能领受祝福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受祝福 他说凡遵守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我们必须要遵行真理 才可以领受祝福 在这里所讲的是谁有福呢 到底谁有福呢 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不是知道这书上预言的 不是看到 不是听到 而是把你知道 把你听到 把看到的这书上的预言 全部落实在你的信仰生活里 把它活出来 这样的才叫做遵守 你我是这样子的人吗 遵守这书上的预言 我们讲的这书是指哪书呢 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预言呢 从侠义来讲 这书当然是指着启示录 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是指着全本的圣经 因为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 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身边不可能没有其他旧约的经卷 换句话这里告诉我们说 凡遵守圣经预言的人有福了 无可否认 有很多的预言不在圣经里面 但是如果你遵守的是圣经以外的预言 你就不一定会有福 不打紧 你如果遵守圣经以外的预言 你可能还有货 就在二十几年前 台湾社会出了一本书 叫做1995年论八月 就在那本书出版没多久 美国有个弟兄就跑回台湾 他致命他自己是神耶和华的先知 他就到处去宣扬一个所谓的预言 他说中华民国没有1996 换句话就是 他说他看到的一个意象 有一个火球 象征着一个战争 要从台湾的北部一直烧到台湾的南部 所以他就呼吁大家 就一个条路可以得到生路 就是赶快移民到中南美洲的贝里斯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 那些听从那些经上没有记载的预言的人 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福 他们有祸了 他们到最后倾家荡产 又家归不得 不止如此 人们是何等的健忘 就在十几年后 2011年的时候 台湾有一位仁兄 叫做王超红 人称他为王老师 他竟然大言不惨地发一个预言 他说2011年的5月11号 台湾会发生一个14级的大地震 当他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 台湾所有的气象局的官员 还有那些专家学者 面面相续 不知如何回应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但没有看过14级的大地震 连听都没有听过 并且他还说 他说这个地震会引发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海啸 台湾的整个的地壳 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个变化就是 如同耶稣基督受难当天 圣殿的曼子一样 从上到下裂成两半 换句话 台湾就变成两个岛 他的目的就是要 要来怂恿 那些害怕的人跟随他 这个都不是在圣经里面的预言 他说唯一可以求生的就是 搬到台湾中部一个叫做普里的地方 他已经安设好了很多的货柜 改装的所谓的铁皮屋 里面有很多食物 很多的水 足够可以在那里活一阵子 你知道这件事情过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是 社会好像觉得说 这样子的人等于是扰乱次序 应该受刑 可是竟然没有什么样的受害者 愿意出来指控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些相信圣经以外预言的人 他们甚至血本无归 也不愿意指控这个人 因为觉得实在太丢脸 他们宁愿保持他们在 亲朋好友面前的那一个面子 也不要去追索他们的损失 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的就是 到底我们在遵守什么 我们有没有遵守圣经里面的预言 但是我们还要是讲什么是预言 预言常常只是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先说出来那叫预言 如果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 只是读到那里的时候 你可能会错过一个更重要的真理 因为很多的预言 只是表面的预言 我们忽略的常常是预言的精益 在这一段经文 它的英文是这样写的 它说the sayings 或是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我们看到这一句话 如果简单地说 这不只是讲到一个预言的本身 它讲到很多 关乎到预言的真理 就好像你可以预言说 明年会发生加州一个大地震 那只是预言的本身 可是那个预言 要带出什么样的真理 你必须要能够知道 换句话说 既然会有一个大地震 致命性的大地震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赶快信耶稣 这就是预言的精益 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 只是预言的本身 忽略了预言的精益 这一段话说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 有福了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不是只是在遵守那一些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是在告诉我们说 神透过先知 神透过使徒 在圣经里面所留下的那些话语 包括那些勉励的话 那些提醒的话 那些教导的话 那些警告的话 那些真理 通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 换句话就是说 凡诸所说书上预言的 就是要遵守真理 遵守圣经的真理 这样子才可以蒙福 我举个例子 你就可以明白 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 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你说这话是不是个预言 是 这话不只是个预言 这话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理 因为你现在中 不一定马上收 这不就是预言吗 你在地上中 天上收 今生中 永恒收 今天中 耶稣来的时候才收 这不就是预言吗 但是这也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我们今天要守的 我们要遵守的预言 包括这一类型的预言 这一类型的真理 圣经说了很多 你们若顺服 你们就蒙福 你们若悖逆 你们就要面对仇敌 这些都是预言 这些都是真理 我们今天不能够选择性地来 遵守某一些圣经的真理而已 是要遵行圣经全部的真理 你才可以领受祝福 遵行真理 遵行真理听起来很容易 事实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 今天我们之所以 没有办法好好遵行真理 并不表示我们不知道真理 我们很多都知道真理 就好像我们知道交通规则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 还是一样会做违规的事 我们会不会开车 不知不觉就开80米 那就是已经违反交通规则 很多时候你碰到stop sign 你没有数到3 你就开走了 右转的时候 碰到红灯右转 也是没有非常地观察 没有马上停止 全部complete stop 你就走 那不就是违规吗 但是如何能够使我们不违规呢 很简单 如果高速公路有很多的警车 这些警车全部都开75米 你敢开80米超过它吗 如果马路上全部都有照相机 全部都有监视器 你一违规马上就拍起来 立刻收到罚弹 你还敢违规吗 今天我们能够想到 如何遵守神的真理 同样的道理 你不要以为只有地上有监视器 你以为天上没有吗 你以为你在地上所做的那些 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所说的话 上帝都不知道吗 你看了一些经文你就知道 你就会不寒而栗 这一段经文 希望今天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 知道如何来遵守圣经的真理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侧耳而听 敬畏但愿那就是你跟我 我们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我们在那里彼此谈论的时候 耶和华在那里听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 多么的刻骨铭心 当你今天在别人的背后 指指点点说东说西的时候 你以为那个人听不到 耶和华听到 耶和华侧耳而听 你的每一句闲话 耶和华都听到 不止如此 这里还写了一句话 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华 失念他名的人 你感到很惊讶吗 我们常常以为在神的那里 就有一本册叫做生命册 在这里多了一本册叫做纪念册 你知道什么叫纪念册 所有读过书毕业的时候 都会拿到毕业纪念册 就会把你在校园的点点滴滴 记录下来 但是记录得非常有限 那个纪念册跟这里所讲的纪念册 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这里的纪念册是 巨细迷移 你知道什么叫巨细迷移吗 巨细迷移就是毫无漏网之余 你今天所说 所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通通被记在纪念册 当你建筑面的时候 你一看到那个纪念册 你可能会大大吃惊 原来你已经说了那么废话 那么多的闲话 你做了那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 我们今天如何能够遵守 弟兄姐妹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常常想到 有这本纪念册在主的面前 每天神在记录 天使在记录 当你每天安静下来 睡觉的时候 你躺下来 你就思想说 主啊 今天到底我说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我到底有没有遵守真理 到底你在纪念册上面 又给我记下了什么 如果你天天这么做 我担保你就会成为一个 遵行真理的人 你就可以领受 祝福 到底有什么福呢 这里所说的福是什么样的福 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福 我们一般的人想到的就是 辉煌腾达 我们想到的就是多子多孙 长命百岁 身体健壮 我们想到的就是升官发财 这里讲的福是这些福吗 如果这里讲的福就是那一些福 那我就直接告诉你 连耶稣的门徒都没有得到 你想圣经会有这样的矛盾吗 你可以思想 保罗他根本没有结婚 他哪来的多子多孙 保罗他说我身上有刺 一直都没有除去 并且保罗也说 他的眼睛非常不好看不清楚 你现在看他哪来的 所谓的身体多健壮呢 使徒雅各才刚出来 侍奉立刻死于非命 他哪来有长命百岁呢 就连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 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 他什么升官发财 什么推荒腾达 神的门徒如果讲的是这些福 神的门徒通通没有得到 到底这里所讲的福是什么样的福 这里所讲的福绝对是高过 我们刚刚所想的那些地上的福 这里所防征一个更崇高的福 一个更伟大的福 到底那是什么样的福 你必须要看这一段经文的原文 你才知道 那个福就是 不受命运辖制的福 不受命运辖制的福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看一段经文 你就非常明白 就是在西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按的定命 定命就是注定的命运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但是因着我们遵守圣经的真理 相信耶稣是基督 我们得到的永生 耶稣为我们死 为我们舍命 以至于我们死后 就可以不必受到那一个罪恶的审判 我们就可以不必受到那一个被定罪的审判 这就是什么 不受命运辖制的福 这个福不只是将来我们见足面才得到 在今生神就要给我们 你知道在今生什么叫做不受命运辖制的福吗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今生我的命不好 我怎么样这样子的碰到这么样坎坷的事情 这么多的不顺利 我的命运非常的乖离 是 但是你是不是常常被你的命运所挟制呢 因着你自己垂头上气 因着你每一天在那里 觉得自己非常的自暴自弃 使你自己失去了这样的福而不自觉呢 57年前有一个牧师 他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脑性麻痹 他在六岁之前完全不能走路 这个牧师和他的师母 碰到这样子的乖竭的命运 是不是非常的痛苦呢 不是的 他们相信神要祝福他们 他们把这个女儿养大 最后他们移民到美国来 这个女儿事实上 中期一生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讲话 她的四肢仍然没有办法自主地控制 但是这个女儿 她就从UCLA毕业 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 她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黄美莲姐妹 她变成了一个画家 黄美莲姐妹到现在一样 她生活很辛苦 她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 她很长时间都要坐在轮椅上面 可是黄美莲 她在有生之年的时候 她曾经写了一首诗歌 叫做《如果我可以唱》 我们都知道她没有办法唱歌 但是她说如果我可以唱 她说如果我可以唱 我要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 如果我可以唱 我要向主献上我最真诚的敬拜 在这首诗歌的最后的结束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她呼吁 她说天上的云雀 会唱的人们 你们可愿意为我 为我向神献上赞美 她说如果有人愿意的话 她说我愿意用耳来倾听 我愿意用我的心来共鸣 我愿意从我生命的深处 发出那样子最美的声音 那个最美的声音就是主啊 我真爱你 你可以想象吗 一个命运如此不幸的人 他可以写这样的诗歌 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福 那个福就是不受命运瑕疵的 弟兄姐妹 你今天是不是遭遇了很多的不幸 你的命运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乖离 失去你的所爱 儿女又不听话 有很多的命运让你感到非常的痛苦吗 13年前我做了手术的时候 当手术一结束 我右半边完全瘫痪不能动的时候 是不是 这就是我的命 这就是我的运 从某个角度来讲 好像我的命运就是如此 但是同时我也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不受命运瑕疵的祝福 虽然我的脚到现在还是不能快跑 但是他却不能阻止我 能够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基督 就算我的手竟然不能够举起来 同样的 他也不能改变我 愿意忠心侍奉主的这样的决心 这就是不受命运瑕疵的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来之前 神要呼召拯选一批人 那一批人就是不向命运低头 不向环境妥协 不被这个世界潮流所左右 能够在今天末后的世代 充满困难和患难的时候 仍然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 为主做见证的那种得胜者 见证什么 见证神所赐的福 是不受命运瑕疵的福 那个人会是你吗 最后让我们来思想这节经文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二节 看啊 我必快来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这段经文我们想到报应 就想到好像又有赏又有罚 事实上如果我们 看英文版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很可能更容易理解 耶稣说 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回来的时候 会带来的那些工人们的工钱 而且会按照个人的表现 发给他们工资 换句话 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pay day 就是我们领工资 耶稣发工资的那个日子 是不是我们都很期待 那个日子来临呢 但是这里要告诉我们说 照着个人 不是join account 你不要以为夫妻 都可以领同样的工资 按个人的生命的光景 按个人所预备的 按个人的表现 个人所行的 要得到自己的工资 pay day pay day 同时也是一个结账的日子 神要我们交账 我们必须要能够思想 什么叫做这个pay day 这个pay day 是我们的最后的pay day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一个发工资的日子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 赚取天上的钱 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 可以积财宝在天上 我们没有办法再赚取永恒的奖赏 如果我们今天 想要得到更多 按个人所行的 你现在在主 还没有来之前 你就要做 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按照我们目前生命的光景 你觉得主如果今天就来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会得到神的称赞吗 我们会得到神的肯定吗 我们会得到神对我们说 忠心良善的仆人 与我一同作息吗 到底我们要如何面对呢 我们要如何面对 主再来的这个应许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何面对 面对主必快来的 这个事实 就在眼前 今天什么是你我的回应 我们是不是说 主啊 我没有预备好 请你不要快来 请你不要来 请你暂时不要来 你可不可以把 耶稣还没有来这段时间 当成是莫大的恩典呢 如果我们今天会向主 说主啊 我还没有预备好 神会给我们机会 但是你我会把握这个机会吗 把握这个机会 让很快的 我们可以向神做出一个回应 那个回应就是 使徒约翰的回应 当耶稣对他说 看啊 我必快来 你知道使徒约翰的回应是什么吗 他说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把不得他的回应 成为我们的回应 把不得的回应 很快就成为我们立刻的回应 我们也跟主说 主啊 我愿你来 你愿意吗 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 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这是回应的诗歌 叫做我相信 弟兄姐妹你相信吗 你相信主说他要来 他就会来 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 你相信 你相信神的恩典吗 你相信今天 神还没有来 就是给我们一个 可以预备的那样的 更多的时间 那是一个恩典 你相信吗 我相信你的恩典 我相信你的爱 我相信你的爱 我相信你的真实 我相信你 说好 所以我来 为要爱你 所以我来 为要敬拜你 你在我身上的恩典 你在我身上的恩典 所以我来 唯要敬拜祢 祢在我身 作为可为 我一生敬畏祢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感谢赞美祢 主啊是的我相信 主我相信祢的应许必要成就 祢说祢要来 祢就会来 祢说祢必快来 主啊那个日子已经就在眼前 就是帮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 主啊那我们能够 不只相信祢的应许 我们更相信祢有恩典 主啊这段宽容的时间 祢不是迟延 祢乃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来预备等候 预备迎接祢再来 主啊 主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 把握生命的光阴 主啊就在这段等候的时间 我们追求生命的圣洁 主我们能够完成 祢所托付的使命 天天为祢而活 但愿父神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宝慧时的交通感动 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充满盼望 等候祢再来的日子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聚会到此结束 末道后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